车车的女生美吗? 我觉得这一格都很美 那个帅哥跟美女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会打扮 不过呢我这个Uncle剪辑师就看不懂 为什么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和钱在打扮上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团队成长吧 就带我去了Taylor's 访问那里的大学生帅哥美女们 看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吧 讲一下你今天的outfit 哪里买的 然后大概多少钱这样子 上衣是淘宝买的 差不多是30块这样子 裤子的话是Instagram的那种网店 50多块 鞋子的话是刚买不久吧 New Balance的那个530 想要很久啊 然后才买的 先生还白白这样子 鞋子的话大概450这样子吧 这三件就是项链衣服还有裤子都是淘宝买的 然后今天是尽量穿到慵懒一点 我比较喜欢慵懒一点的风格 比较舒服 啊这样子的 这件40 这件30 然后鞋子大概是500 我今天的outfit大部分都是在H&M买的 你要我帮你拿一下 OK谢谢 OK 它里面呢是一个就是很像就是那种校园风格的裙子 然后我通常会搭衬衫在里面 因为今天我要去library久一点 所以我就在外面搭了一个比较毛衣的款式 就是我不想要露脚太多 然后又去library又很冷 所以我就搭了一个长的袜子 价格的话 应该不会超过300啦 200多有哦 这样你的Nike的鞋子你有记得多少吗 这个应该 500-600这样 这样你的accessory 因为我觉得这套不适合搭金色 所以我搭了一个go 那种roze gold的color with the earring also rose gold one accessory的话 600多加300多 应该1000 那你这个是apple是吗 对啊 大概千处吧 千多 所以你贵的地方都在accessory那边了 衣服的话是淘宝 具体价里面要340 然后裤子是cutton on的 应该是70多80左右 这只是adidas的 然后那时候是400多买的 我的外套是zara的 我忘记价钱 然后我的衣服是h&m 裙子的话是淘宝的 然后鞋子是nike 也是400 然后这个都是百多块 你平时会花多少钱 在你的makeup on your skin care 我没有什么洗脸那些的 我没有什么保养 unless如果我有makeup的话 我才会卸妆加洗脸 causecome to school 我们其实不用什么化妆了 戴个massage就ok了 yes 我觉得我版上也没有什么难的 可以attract out no only they can speak chinese 然后他们没有跟我打一样的game 他们either是打velo or like都是pc game 我打的是那种王者和平 美女你离皮了 我没有用粉底 我只用防晒罢了 然后口红 blush blush没有这样多 因为我就是我上网卡 他们用口红来当blush 就是like same color i see 我没有什么涂眼影 我其实戴个contact lens 就已经可以 修到眼睛很大了 like instead of glasses 就是防晒 然后眼线 口红 可能涂个黑眼圈 啊不是 like 你懂那种constellation i know contra 这种东西 这样子 应该有300吧 最少 应该是 但是口红是最贵的了 其他就还好 mina asking你口红是什么brand的吗 怎么会最贵 不会是ysl吧 我比较常用ysl跟mac mac的牙色最好看的 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是923 923是那个最好看的颜色 其实的话 我不会很介意我的彩妆用品 用到很贵 彩妆的话 通常我是像那种眼影盘啊 或者是眼线笔啊 这种我会买淘宝啊 或者是中国的品牌 可是如果是像粉底那种 直接上脸的 或者防晒啊 我就会选比较贵 像NAS mac这种 盆底的话平均应该都不会超过 200 250张吧 所以你的眼线修是平价的啦 十几块十几块吧 像你的口红呢 因为我看你口红一色 口红的话我今天用 colour key了 比较螺丝细一点 你带出来一下吧 他分享我们的口红 这个是 什么啊 都没有写 什么啊 应该是01-05 如果是没有出门的话 就是toner 还有Mosserion 如果是有出门 就再加多一个防晒 toner用的是路德勤的 大概30左右 我的那个Mosserion 不是我买 是我朋友送我的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多少钱 防晒的话 我是用的是 那个有一点点素颜效果的 那个防晒 紫色瓶子的 那个Skin Aqua的 没有记错 紫色瓶子的 紫色瓶子的 那个的话大概要四五十块吧 五十块左右 哦 这样差不多 应该要一个百五两百块 这样子加起来 你平时你会化妆还是什么吗 出来的话 不会哦 就只有这样子了 OK 化妆的话我是都是用一套MAC的 就是比如讲它的serum 然后还有它的foundation 跟它的concealer 都是一套的咯 加起来有八百多吧 八百多 八百多 护膚品的话 我是用一个美容院的 还有一个那种去斗的 就是用那个 Userine的牌子 我不太会化妆 我只会护膚 然后用的是 Loreal或者是Clarines Clarines的也没有很便宜耶 哈哈哈 这样你的腹部加起来大概 也是五百多 六百多这样 你觉得变美啦 就是你makeup啊 穿美美全部了过后啊 对你有什么很好的影响吗 好处的话 就是会让你比较自信哦 比如讲 我想化妆是因为化了好看的 妆心情有美 然后出去外面 可能人家会讲 你的这样穿搭 你的化妆很好看的 是最近很流行的一种那种 缺点的话 可能就会有比较 形形色色的人会看你哦 就是有时候会那种眼神 不是善意的啦 也是跟新鱼一样是开心的 只是缺点的话 我会选比较久 搭配会比较久 我会觉得我如果去见那个人的话 就是出来见朋友的话 我觉得稍微打扮一下是 比较尊重到人家 骗你对我什么印象 我自己身边是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啊 哪里 可能你吃杂菜饭啊 哥算你骗你 没有没有 你本来要parking了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 看到第五美女 我就先给你park 没有耶 没有这种待遇 或是你在学校会更多人看你 应该没有 我是学校的这样很透明 很透明一下 很透明嘛 我不觉得耶 你透明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你了 哈哈 泡棉买女 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焦虑 就是对容貌焦虑啊 就算连我我觉得最漂亮的朋友 他都觉得很stress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没告诉来给我看自己爽的咯 就算我每天对着镜子我美的话 我就觉得很开心一整天 但是我不化妆也没有问题啦 因为我自信的话我也没有人管嘛 那些男生讲你抽 关他们什么事啊 我又不是要做他们老婆是不是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讲了我也没有关系的啦 化妆就是把你颜值提升罢了 给自己心情变好 不要太容貌焦虑 也不用太真的固执在你而 提升你的颜值上面 除了颜值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升啊 很像读书那些啊 女主力知道没有 哈 你们指南要听多一点 你认为花钱和时间在改善你的美貌 你们觉得值得吗 我觉得是值得啦 因为我自己看到我自己 每天打扮的好 我自己也会开心 我觉得是值得的啦 因为怎样讲 你年轻就年轻 等一下如果是讲没有头发了 我还是讲 你应该还没有到那个level 感觉已经可以sense到一点点了 光头和尚 就是看个人 很像有人觉得 我不要就是像外面那些普通的女人啊 每天化妆那些那些 这样子很浪费时间啊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值得的 因为我感受到快乐嘛 有些人感受不到快乐 这样他们就不能理解到我 就是看个人 depends 很值得啊 对我来讲我能开心是因为我自己看起来很好 看起来很positive 所以你就看着很开心啊 对对对 一整天心情都很好啊 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花时间啊金钱那些 是为了我输在一个更好的形象 不然通常都通过那种第一印象去了解一个人嘛 所以我希望我留给人家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那一种 在这个学校里面啦 你会给自己的容貌打多少分 难分虚分 6.5 或7 6.5吧 6.5 很美耶 没有 学校很多好看的人 我要打自己1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也很好看 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好看 我最多就是standard就是来 无关是标准就对了 所以我应该可以打自己一两分这样子啊 好 你们pull出去我怕我讲太高我会被碰耶 不会的 不会感觉差别太高 ok 这样我拿6分啦 6分啦 每个人自信的话100分也不是问题的 但是我怕被碰啊 6分 7分8分吧 好 我跟他一样 7分 就是来学校什么啊 早八课有时候 晚上6点这样才放学 所以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于打扮来学校 外面就不一样啊 你给他打机会 因为我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他很漂亮 这样我觉得会有9分吧 但是我喜欢他画的眼线很好看 好 谢谢 6分吧 6分啊 6分啊 所以自己要有信心一点 来 我们来接一下 来 问一下他的朋友 你觉得 给他打多少分 你看他 给你打个 5 6分吧 因为他太像我弟弟的穿搭了 他现在只做了件Cue了他的弟弟 给他10分 给他10分 10分 我觉得他真的是值得10分 不用紧啦 就算你朋友没有给你10分啊 我们这一群全部人都给他 应该有一个100分是不是 有没有 有 有 有100分 OK啊 你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子 OK 有点Uncle OK 你觉得他哦 你会建议他做什么 fashion上的改善 首先啊 我是觉得 上紧下宽 这个叻 这个比较适合女生多一点点 因为男生会一点点 但是他这个也没有到很宽 他就是衣服不要穿紧身就对了 不是紧身啊 就是可以穿宽一点 然后可以搭一个卫衣啊 然后同色系叻 其实真身黑色到完叻 我是觉得不OK的 你像可以搭一个白色T恤 加一个黑色裤子 然后还是搭一个外套啊 鞋子叻 你的拖鞋 这个也有一点点过失 然后你的 因为男生现在比较流行 背backpack 女生是背这种toat bag 所以 不要背那种back了 你背 换一个backpack 很好看的 真的 对 我们很欣赏你的那个idea Good job 他很需要这个 过后我们就带他们去shopping了 Oh really 他真的是需要shopping 你可以去换一个Glassers 采访后改想 他们比你花多少钱啊 他们比我花多少钱 有啊 我很朴素的看不出吗 我这个 什么你看的 没有我在想这条E 没有我在想这条E 是那你的 我误会我耶 你看这些东西 不可以色色 好像是cotton on的 2.60多 其实只要自己会搭配的话 其实我感觉都不是问题 不一定要名牌啦 但是有名牌也OK的啦 毕竟质量还是不一样的嘛 淘宝啊就是 你又便宜 你又可以买比较多款 是来自己搭配哦 就是 reband自己的 经济能力在那里 就在那里去 那个咯 哪个 好像我这个裤子啊 你看这个裤子啊 你看不出是哪里买的 你都不懂是不是 Brander 是不是什么 这个啊 这个才29块啊 我跟你讲 它是offer Original 5 79块 现在29块 我直接买4套咯 重点是quality好 它比我在某一个 披开头的 买的jeans 还要好很多 我有访问到一个 他讲我 一set八百块 那个 化妆品 是一set的 他是有brand啦 OK啦 他有讲到啦 就是觉得 用在脸上的 比较贵 比较安全哦 全像一分钱一分货这样啦 OK我是明白啦 可是也是要看咯 就很像如果你的脸 比较适合便宜的 就尽量用便宜啦 他不一定说 这个你一定要用branded啊 几千块的东西啊 才是最好的 就是你们要理性的消费 如果你经济能力上 是可以 可以sustain的话 这样of course go for it啦 经验到的点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 他们是20岁以上 他们打扮的人都很厉害了 是是很承识 我实际上不知道穿什么 啦啦的衣服 对 对实际上 我们都没有穿到 真的啊 可能时代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穿到真的是 你看不出年龄啊 20岁 实际上是17岁 17岁的话 他可能还是15 14吧 现在是很多的是这样子 我感觉现在的女生 都很有自信耶 可能我们以前的年代 可能还没有这样有自信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00后啊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 就是自己有那个自信 不需要你给他们自信 我感觉是好事来的 女生啦女生是好事来的 不需要讲 你们要认可我 我才有自信 现在根本就是你不认可我 走开啦 我自己认可我自己就好了 我吓到的是 就是那个刚刚有一个Skin Care 它是什么Clarines啊 因为它那个东西是很贵 如果你这样子分出来哦 它会比那个一套800块的化妆品还要贵 如果你这样每个月去买的话 它的那个Double Serum啊 它的小妆那个 我是380 而且它这个尺寸哦 它的那个Liquid在这一边吧 你知道吗 它这个是它的那个按钮吧 如果你买那个大的 50ml那个啊 都要420 而且 才用那一个月 是一两个月是吗 对 而且它才是 比我小 它比我小 它就用那个 不是 我给你 它比我小 它就用了 你 团队会选择做这个主题 是因为看到不会打扮的我 真的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 我叫不到女朋友啊 一个子男一直问我这些打扮的东西 有过我也是跟他讲 我们女生打扮不是为了给你们看的 只是给我们自己看而已 我们不是取悦你们男生 我感觉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打扮的 有过我们感觉自己好看自己爽 自己看的开心 照镜子也感觉自信一点点绵美一点点